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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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四代交替裡面 如果我們從 呃... 被主流的包子體營養構造 主要是根經驗 那從 呃... 開始出現化石 好 當被主開始開化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焦點放在 一個地方 就是紙輪 然後跟雙輪 OK 紙輪這個地方 呃... 我們就直接去看那個 濃烹的碗門 gateway 鮮又進去 這個地方 蛤 來我們把整個摄殖的下一個階段的改變 當包子裡它是出現花 可以開花只要它要走入那個有性生殖的關鍵的過程 就是要產生短細胞 精細胞 然後準備受精 然後這比較直接相關的這個部分 像花瓣熱片那些都比較出情的 直接相關的話主要是在脂肪 脂肪的外面這個部分呢是脂肪病 然後外面會用到的我們大概先把名字夾住一下 然後接下來脂肪內通常會有一隻樹的胚豬 然後胚豬這邊通常會有一個豬餅支撐 好 這是大約外觀的地方 胚豬基本上在整個剖面 我們大概可以再把它噴成 它的...嗯...表面 表面的周邊的細胞 叫做...叫做...叫做... OK 胚豬表層的細胞 我們稱之類就是豬背 然後中間...那個核心...就叫做豬心 好...來...這些...然後熊蕊的部分的話 花絲不管 所以關鍵的地方在花藥 然後...嗯...花藥有一點像是在不做呢 我上次有講到那個絕類的包子囊 都是扁圓狀嗎 然後你把它想像成每一個... 呃...每一個包子囊就像是一個錢幣 然後...所以我先疊...一大疊的錢幣 然後這一大疊的錢幣呢 外面再整個大刀 嗯...所以通常很多花藥切開之後 裡面是有很多的小房間 好...那...那個細節不看的話 先在這一些... 花藥當中...應該是... 好...有了很多細胞 可以講...有用途的 好...所以這個是... 開花的過程當中... 紫尾胸尾... 好...的...比較...欸...直接... 有發生變化的位置 然後...接下來後面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包子體的定義是...它是由... 雙糖... 好...多細胞所組成的... 食物體對不對 負責營養為主 或者你要講說它負責產生包子也可以 好...那那個是...那個包子體的角色 在世代教題的過程當中 那我們現在是抽出包子體現在在開花 花當中紫尾雄尾是主要的關鍵 紫尾雄尾呢... 紫尾的部分... 市場主要發生變化的地方是在配珠 然後雄尾呢...主要是在花鳥裡面的那個鳥哥 所以它裡面是一個一個的小房間 那先從...先從... 先從... 配珠... 的珠心... 先從珠心這個地方來看... 好...然後...所以... 配珠周圍的那些牆壁... 那些牆壁的細胞... 再看的話... 珠心這邊呢... 一開始... 它會預留... 一顆... 叫做... 大包子... 細胞... 那一般我們會... 特別用母細胞... 這個大概... 不外乎是... 分裂或減速分裂... 好...那這個細胞呢... 叫做減速分裂... 好...那所以... 珠心的... 細胞... 藍色體組成2N 啊... 所以珠貝咧... 珠貝他們... 也是... 2N 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 這一些... 呃... 子棒B呢... 也是2N 對不對... 因為... 這一些東西... 通通都是從誰講出來的... 通通都是從高能力講出來的... 洞障... 對不對... 那... 那... 既然... 一開始的時候... 如果單純是葉子的話... 那應該跟包子體的... 跟... 金葉... 藍色體的主腔... 是一模一樣的... 那等一下那個... 藍色體有發生變化... 我就用黃色... 喔... 來表示... 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那珠貝不是很重要... 花藥一開始的時候... 喔... 花藥一開始的時候... 它裡面... 最初的時候... 也是二斑的細胞... 最早的時候... 那等一下... 好... 所以這個大包子... 母細胞... 是預備用來進行... 進行減速分裂... 那... 一般的原則是... 母細胞完成減速分裂... 一律常應變成... 四個子細胞... 不是... 高能動植物...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共同的演化的趨勢... 就是不想要留那麼多... 所以它會... 吸成掉另外三顆... 只留下一顆... 大包子... 那因為現在完成減速了... 所以... 它的染色體套速... 就從二邊了... 好... 那... 大包子幾顆... 只留下一顆... 因為三顆... 會被吸成掉... 就是... 這一顆它會... 拿到最多的細胞子... 好... 那另外三顆呢... 因為... 拿到的細胞子... 不太少... 然後... 另外... 就是說... 我們視空會... 它會退化消失... 所以... 珠心... 從整個瓷尾... 就是這朵花... 它開始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一開始裡面呢... 就是一個... 大包子幾顆細胞... 減速之後... 也是只留下一顆大包子... 對不對... 好... 所以世代交替... 包子體... 不得產生包子... 所以現在走到這個階段... 好... 所以下一步呢... 這個大包子... 就去做有次分裂了... 因為包子的下一個階段是... 配子體... 好... 所以下一步呢... 它會佔成... 這邊是龐個胸肉... 一個多多多多... 空間... 充滿了水... 再加了水... 2... 2... 3... 4... 2... 刀子... 發育成... 配色體是透過有絲減速是在這個步驟就做完了 這樣對照 這樣知道講到哪一段喔 好 所以 現在珠貝因為需要參考界線 但是因為它暫時還不重要 所以就把它畫成曲線 這樣子 好 所以我現在考度的還是只有珠星 所以珠星從最早只有一個細胞 2N 的細胞 後來減速完之後 留下一個N 的細胞 然後這個N 的細胞就去做有絲分裂 所以這個過程在色體的套數可以改變 好 然後可是有絲分裂呢 它總共連續做了三次 所以合理來說 三次 連續三次有絲分裂 最多應該可以產生八個細胞 好 所以我們去轉 珠星的下一步呢 沒有八個細胞 只有七個細胞 好 那 軟出線 實線的部分是主要我們要看的 那 那個外觀那個粗的曲線就是主備 讓參考 所以你從一個2N 變一個1N 然後現在呢 有絲分裂閃遲完之後 我們找到了七顆細胞 可是 如果你去做細胞核的展色的話 可以來到八個 OK 其中有一個體積比較大的細胞 一個就試完了 所以 大包子 透過有絲分裂 產生軟 軟 軟 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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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問題 好 因為只有有絲分裂嘛 所以 軟 色體套數可以改變 那 那一顆比較特別的 有一個細胞呢 它手上有兩顆細胞 這個細胞 我們承知為 中央的細胞 然後呢 它有兩顆細胞核 我們把它成為叫做集合 所以 這個細胞 它應該是在有絲分裂的時候 最後一個步驟 有絲分裂要結束的時候 應該要把兩個做好的細胞都在中間隔開 那它是沒有隔開的 所以 保持它手上有兩顆細胞 暫時 它的特殊性就在這邊 其它的到後來 一般的視為沒什麼特別重要性 好 那 名字上 補一下就好了 軟隔壁的 叫做浮細胞 然後 軟的對面的三顆 叫做藍皮浮細胞 好 我們後面 這些就用不到 接下來 後面會用到的只有軟跟莊藥細胞 可是 你現在看喔 大包子是三細胞 它過過三次有絲分裂就產生多細胞 你知道嗎 沒什麼嗎 就是株心這個地方 從一個到一個 拿起來變成七個 好 只看細胞數目的話 變成是七個 包子如果發育變成是配子體 配子體的話 它的定義是 它的展色定層 細胞展色體組成是分 然後 它是一個多細胞的個體 對不對 這樣就多 所以 其實這個東西 不含虛線 不含虛線的部分 根本就是被植入的 是Pendee 對吧 因為包子的下一個階段 就發展成Pendee 對不對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地方 因為 它現在呢 一路從顯胎 絕類 裸子到今天 當年 顯胎的配子體 還可以自己在土壤上面 自己完成所有營養上的需求 包括吸收 包括光澤作用 然後 到了被子植入的時候 你看 配子體 推化到 只剩那什麼 只剩那七顆細胞 被包在哪裡 包在胚豬裡面 然後 再回過頭去看 胚豬在哪裡 胚豬現在 還在脂肪裡面 也就是說 還在這朵花上面 好 那你再去看 大包子在胚豬裡面產生 一樣 大包子產生的階段 它也不過是胚豬裡面的一個細胞 然後一樣 胚豬是不是還是被包在脂肪裡面 所以貝子豬有把包子 拿出去 散播出去嗎 也沒有 它就繼續留下來 這樣看到 因為 胚豬你可以跳過去沒關係 可是這個在絕類跟在被子植入 這個對比是很明顯的 因為絕類還是包子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來說 這個負責產生包子的構造 你會發現 胚豬其實它就等同於是什麼 它根本就是等同於是被子植入的包子 對不對 因為這裡面不是產生包子嗎 對不對 那我們講說整個植尾它其實是用葉子做出來 所以葉片上面的包子的裡面負責產生包子 可是被子植入並沒有把這個包子拿去做為散播的工具 散播的工具 它還是留下來 留到什麼時候 留到連配置體都出現了 花植出現了 現在都還在磁尾裡面 都還沒離開喔 都還沒離開 好 那因為 世代交替 我們暫時要先打住在這地方 因為還有一個雄性能夠大家的解決 好 花植裡面呢 一開始 它也是預備很多個2N的細胞 然後這些細胞呢 我們就稱之為 小花植母細胞 然後它就去走減速分裂 好 減完速之後 因為它是跟雄性相關 所以要的是它的數量優勢 然後所以順利的話呢 應該可以產生4個小包子 可是因為減速完了 所以這些小包子就在設定點出來 好 那數量的最大值到4 假設都順利發育的話 好 那這個時候 基本上 通通都還在花藥裡面 然後花藥也還沒有裂開 所以小包子的下一個階段就是 好 清水 蔥 芝士 因為當時 山不有一些 林生嶋的 抱歉 這樣就好 所以 benz小 Frost 叫臭 2004年 花藥負責產生花粉 所以當你看到花粉的時候 其實就代表小包子順利長出 每八長成花粉這個構造 可是我們去做花粉裡面的染色體的染色 會長到兩顆細胞的 所以包子一顆 包子是蛋細胞的 到花粉的時候變成兩個細胞也是多 好 套公式 包子的下一個階段應該是配子體 後來發現這兩個細胞的其中一個 有去參與獸型作用 所以這個東西根本就是熊配子體 但是是一個還沒有成熟的熊配子體 好 為什麼沒有成熟呢 因為它接下來得落在 花粉下一步呢 它要有機會落在死輪的柱頭上 然後長出花粉碗 所以下一步 等到它發育成熟 就是它長成花粉碗的時間了 這邊一樣 包子要配子體 你看就熟悉 這邊我就不用了 所以等到花粉粒長成 長成花粉碗的時候 我們再去把花粉碗裡面 細胞的藍一藍 好像變三顆了 所以花粉粒的時期只有兩個細胞 那它沒有後續細胞上面的變化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成熟的 熊配子體 這個成熟熊配子體當中 前端 通常長在那個花粉碗最前面的那個細胞 我們定義為叫管核 那看名字應該可以知道 花粉碗的腎長 要把生殖細胞引導到黑株的軟的附近就成了 那緊跟著的後面的那兩顆細胞呢 就是 緊細胞 好 小包子的藍色體已經是N 花粉粒的時期 這兩個細胞 藍色體當然也是N 對不對 然後到變成三個細胞的時候呢 事實上這兩個步驟裡面 它都只有用到柳絲分裂 柳絲分裂 因為它只是發育成一個多細胞的狀態 可是它又分成兩個步驟 第一個階段 花粉的形成是在花藥當中 對不對 所以它就做了第一次的柳絲分裂 因為一個變兩個嘛 顯然柳絲分裂是做了一次 那後來花粉粒 花粉粒成熟的時候 這時候花藥會裂開 花藥裂開之後 花粉散播出去 掉在紫紋的柱頭上 所以這個時候才有花粉 花粉管的產生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等到它要長成花粉管的時候 再分裂一次 那是第二次 所以它總共只做了兩次有四分裂 它其中像管細胞 它應該是沒有動作的 然後它從花粉粒到花粉管的階段 應該沒有動作 所以實質上 有發生分裂的應該是經細胞 所以這兩顆細胞裡面 其實只有一顆細胞 後來有再分裂一次 那到這個地方 它其實你會發現有一個非常明顯的 退化的趨勢 減胎 你會記得那個嗎 減胎配子體 對不對 然後等到它長成包子體 對 配子體是可以獨立在鼓掌上升 一路到絕裂退化成小小的原液體 對不對 然後脖子植物調過的話 到配子植物呢 此配子體退化到只剩了七個細胞 雄配子退化到只剩了三個細胞 然後呢 這兩個都依賴誰 磁退是你出現的胚珠裡面 所以它的養分一定是靠誰提供 靠包子體提供 對不對 好 花盆管要蒙發的時候 你把它想像成像種子花牙 它要掉在植物柱頭上 你把它想像成像花牙的過程的話 它落在這裡才會長出花盆管 所以那也就是說 它的養分你還是依賴誰 還是依賴包子體 所以其實比較好記的辦法就是 後來種子植物的配子體 就直接寄生在包子體上 這真的不就是寄生 我想從當年 那記得喔 我那時候有特別去強調這件事情 當年一開始的時候 配子體原來是可以獨立生活 勉強撐到絕類 雖然退化變小了 它還是可以獨立生活 種子植物呢 會改變成寄生 而且完全顛倒過來 當年的包子體 一開始的時候 是寄生在配子體身上 對不對 所以畫型完全顛倒過來了 現在變成是配子體寄生在包子體身上 所以它們兩個的演化的趨勢完全是顛倒 一個是走向越來越突發 一個是走向越來越發達 好 那所以 世代交替走到配子體傳生配子的 這邊 來個步道有問題 那所以那個公式 完全不能自發 各個植物的每一個階段套進去那個公式 吃了 好 好 好 這樣 那你等一下 這樣 那現在生殖細胞產生精細胞的顯然的用途是 對 精細胞顯然的用途是 對 精細胞顯然的用途是 這個名字絕對不能用精神 你該不會置入在這個地方 某一種層面 搞不好算是比動物還要來的高級 對不對 因為花粉管的幫助 使得胸性生殖細胞不需要再有鞭毛這個構造 因為有花粉管的引導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擺脫對水的需求 對不對 所以現在不需要透過水圍媒介 那個胸性生殖細胞還是有辦法跟雌性生殖細胞結合 對 你知道花粉管是一個重要演化上的重大進展 然後它目的來說的話 精細胞的產生是為了去跟軟完成結合形成 瘦心軟會有點漲殼 然後這個時候它的感色體數目又改變了 走 N 加 N 變二人嘛 這樣沒問題 對不對 那用黃色的 2N 是用來凸顯出你在往前追 那個瘦心軟的 2N 跟大胞子母細胞的 2N 表面上看起來 藍色體數目都一樣 那可是真實的情況咧 這個大胞子母細胞曾經經歷過減數分裂 減數分裂的時候 同一藍色體是互相分裂 但是非同一藍色體是自由組合 對不對 所以某個大胞子它到底產生什麼樣的組合 不知道 對不對 但有很多種可能性 然後精細胞的產生在往前追 它在小胞子母細胞產生小胞子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過減數分裂 所以這邊的 N 到底是哪一種組合也不知道 對不對 那這兩個步驟基本上都已經決定了 精細胞 那個 N 跟某一種組合的軟 對不對 然後兩個結合之後 這時候又有一個新的可能性 所以受精卵又再次發生一次遺傳重組的機關 所以減數分裂的時候 藍色體有自由配合 就是自由組合的可能性 對不對 所以就有很多種不同的組合 所以這時候藍色體就重組過一次了 對不對 然後第二次呢 是在受精的過程當中 某一種組合的軟跟某一種組合的精細化合的結合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又可能產生不同的組合 所以某一個受精卵其實也不過就是各種組合 這就是有性生子最重要的就是遺傳變異 所以有性生子的遺傳變異來自於兩個環節 減數分裂的時候發生過一次 受精的時候發生過一次 好 發生過一次 好 所以表面上看起來兩個精細胞很可憐 因為只有兩個可以用 但如果說能夠解決 能夠解決花粉掉在磁尾柱頭上的無確定性 比如說你透過蜂蜜 不是很可怕 OK 那可以透過像昆蟲、鳥、蝙蝠 對不對 傳播花粉 對 這樣就提高花粉多在磁尾柱頭上面的成功機率 所以如果前面這個階段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話 那花粉管能夠順利長到胚豬長到腕的附近 那事實上你說兩個精細胞很少嗎? 只要花粉管能夠順利長兩個好像也不少 剛好 然後後來我們在貝子植物上面 看到一個更重大的是兩個真的不少 因為其中一個可以下去跟腕進行 受精是一種細胞融合 貝子植物 貝子植物 喔 貝子植物沒有 他還把另外一個精細胞去用在中央細胞身上 所以這個地方做完會有一個比較唯一的組合 就是因為你現在呢 精細胞一顆細胞核 中央細胞擁有兩顆細胞核 現在總共是兩個細胞結合 然後三顆細胞核要結合在一起 所以它就會產生一個3N的細胞 這個在動物一般很難忍受激素 位數的 染色體組成 那植物可以 好 所以你先接受這個 然後這個細胞呢 我們把它稱為 黑魯細胞 OK 那因為這個概念很像喔 你看 精細胞跟卵的結合是兩個細胞融合 變成是一顆細胞 叫瘦精 或者叫做盒子 所以另外一個精細胞如果跑去跟中央細胞結合 對 概念上跟瘦精的過程非常像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這個現象 只有被子置如才有稱之為雙重獸精 好 第一次的獸精 主角之軟 另外一個附帶產生的第二次的獸精 中央細胞發生的細胞融合現象 所以我們把這個現象叫雙重獸精 只有被子置如才有那個裸子置如可以 好 那個旁邊 空間不懂 自己加進去 好 所以到這邊來說的話 世代交替走到哪裡 配子體是為了產生 磁雄配子 在這邊 磁雄配子的結合產生 二組合子是 二組合子是二N 二N的下一步兵 要準備拿回來 好 自己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到這裡了 好 所有陸生植物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上次在講那個陸生植物 四大家族的演化書的時候要提到 就是 無維管束 無維管束 然後 浩子凡子 中子凡子 有沒有 最後四大家族植物 一個大括號起來 共同的最大特色是 瘦精短 其實它會先有一個初步的發育 叫做 配子 對不對 所有陸生植物都可以稱為 配胎植物 因為它會先讓獸精短 先發展成下一個階段 叫做配子 你看 這個地方 當然是要透過有四分裂就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解決一個問題 原來核子到包子體中間 如果你要談細節的話 這樣還有配這個問題 OK 可是 種子植物沒有利用包子 作為蕃子的工具 所以它終究 需要透過某一種東西 散播出去 散播接待 對不對 它包子不是 所以它到底用什麼 種子植物嗎 這樣子 名字是要不取 當然最重要就是產生種子 到目前為止是看到瘦精卵 也知道瘦精卵的下一步會產生胚 可是我們還是沒看到 種子到底在哪裡 可是這個胚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胚的意義 對不對 剛剛那個圖 瘦精卵再出去 是不是應該要發展成包子體 好 所以種子植物呢 這個地方它就把它分成兩個階段 它現在就在磁蕊這個地方 先準備好一個很小很小的包子體 有沒有 所以瘦精卵開始完成初期的發育 你用人類的角度去想 對 一樣 瘦精卵先完成初期的發育 好 所以它會先預備一個右小的包子體 那接下來 怕這個右小的包子體會有存活的問題 好 因為植物的話 終究還是要起光合作用 好 才能夠完成養分的製造 好 所以一開始 當包子體還沒有光合作用能力的時候 怎麼辦呢 幫它預備好養分 可能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會在包子體的旁邊 預備另外一個構造 叫做磁液 然後這個磁液應該很熟了 這個儲存養分的部位 它儲存養分 就是為了讓包子體 後來在土壤上早期的發育的時候 它不用請光的作用 它還是有養分的來源 所以 子葉跟右小包子體 通通都是從哪裡發展出來的 都是從獸精們發展出來的 所以那個核子的2N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子葉也是2N 黃色這兩個 這個2N跟這個N 內容完全一模一樣 因為只透過有四分裂 然後右小包子體 三五檔也是合的 可是有一些植物呢 你就把這個遮掉 有些植物 它沒有想要利用子葉來儲存養分 所以它就利用剛剛那個特殊的 胚乳細胞3N的那個 發展成胚乳 所以有一些植物呢 是利用胚乳來儲存養分 所以以功能來講 子葉跟胚乳的功能 大致上算相同 如果不比較小差異的話 可是你看它的組成很不同 子葉是跟右小包子體同步 從瘦精卵一起發展出來的 所以子葉的藍色體是2N 跟包子體的 右小包子體的2N 不只是數字上的相同 是內容上 它們的基因的組成完全相同 胚乳絕對不是3N 看著看得出來 這個遺傳組成跟它們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這一些東西 這一些東西 將來都會形成種子內的主要構造 我們就稱為叫總人 好 這時候把虛線抓回來 剛剛講虛線是參考界線 虛線的地方叫做豬肺 所以豬肺後來呢 就繼續跟整豬心同步發展 就變成了總皮 所以這時候 配豬 對不對 豬肺加豬心 是不是整顆配豬 所以你國中學過的概念 配豬後來發展成 種子 而種子分成兩個層次 外面這個保護層 種皮 然後你用哪裡的細胞 跟豬肺的細胞 好 裡面核心的這個部分的變化 就是種子內的這個主要的變化呢 通通都是來自於豬心 好 一路從大豹子不細胞 大豹子磁配的體 好 然後完成雙充受精 這時候產生 這樣 很好 所以這樣 種子就出現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可是 談種子也不過只談到這一顆 然後可是這一顆被包在哪裡 被包在脂肪裡面 所以接下來 再加一個東西進來 就是 脂肪病 那 脂肪病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這樣子來分 就是比較偏 外側的細胞 好 然後比較偏 內側的細胞 OK 外側的細胞呢 就發展出了 保護構造 叫做 補皮 然後比較偏側的 然後比較偏側的 配出了這一面的細胞 有可能 發展出 果肉 因為果肉不一定是存在的 你看 所以現在有的果皮 還有果肉 包的種子 所以呢 這個就是一個 完整的 果實 對不對 所以你就去看 藍色體的組成 就很妙了 我現在呢 子葉跟 幼小包子體 通通都是2N 然後數字相同 內容相同 非如稍微 數字有點不同 變3N 對不對 主隊當初 是用包子體的細胞做出來的 所以它是2N 所以總體也是2N 表面上數字 看起來都是2N 可是它是白色的 表示什麼 那一路過來 它的藍色體的組成 充滿沒有動過它 對不對 所以 總體 好 追到那個胚的豬背 在追 它其實是包子體的一部分 所以 種子的表面這邊的細胞的 染色體組成 跟根莖也是相同 就是種子的內涵 好 種子的內涵 基本上 它的染色體組成 早就經過重組了 好 那一下我往往看 脂肪臂基本上 好像也沒有中到它的 它的染色體組成 對不對 所以你去看它的果肉 也是白色的2N 如果有果肉的話 去看果體 也是白色的2N 好 兩面數字看起來 跟 那個 那個 種 那個六小包組織是一樣 好 但事實上它沒有經過重組 它這沒有經過重組 這樣 好 藍色體的變化 無視無重 它是這邊的必要內容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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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再次 好 廢物 好 再次 還沒 那 先 好 多久 乳 哩 好 你不要緊嗎 我忘了跟你講這個朋友 還花業可以 這個是預留片很好 就把比基多的地方 瞄一下一定會喔 好 用顏色來區分白色沒有經過 用白色來形容它的藍色比沒有經過重組 黃色是經過重組 同於藍色體不相分離 可是非同於藍色體自由組合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說 你看人有人類的23對藍色體 如果在減數分裂的時候呢 你可能可以產生2的23之方的組合 大家看喔 所以這個時候 某個基因詞的組合 再去跟碗的某一種組合 再去完成配對 就是受精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更多種組合 所以用黃色來表示 你去算它的藍色體數目是這麼多 可是它實質的內涵呢 已經跟那個像脂肪的細胖細胞已經不一樣 表面上數字是相同的 因為它維持藍色體數目的固定 對不對 它是沒有問題 可是它裡面那種 比如說 比如說假設本來脂肪B 是大A大A 後來到這個地方 某一對基因可能變成大A小A類似這樣子 聽懂嗎 所以哪邊有發生哪個部位的遺傳組成 是新的組合 它哪邊是維持舊的 就是跟原來的包子體是一樣的 這是這邊被子之五 比較深入的一個問題 好啦 那至少博士做出來了 所以很像談博士的細節 好 所以謝謝 然後我們去打開 去打開 現在我們一起吃 那邊是哪個地方 就會入口 然後去打開 沒有啊 沒有啊 只有 錯 幾乎 混合 在打開